加拿大国会议员与中共喉舍媒体新华社女记者爆出偷情风波引发间谍疑云 已在加拿大掀起巨大的波浪 加拿大多家主流媒体直接指出新华社是中共情报机构 9月14日中共驻沃泰华使馆出面否认并且声称 暧昧信门是男女主学的私事 不过要求加拿大情报机构介入调查的声音不断 暧昧信在加拿大持续引起关注 加拿大安全情报局前分析师科尔给沃泰华公民报指出 暧昧信事件是对联邦政府的一个提醒 即使和北京的关系升温了 但中共过去和现在都是加拿大情报安全的威胁 加拿大布鲁克大学政治系教授查理斯伯顿 曾在中国担任外交官 他披露新华社的记者四分之一是特工 他在接受加拿大广播电台的采访时表示 众所周知 新华社以报道新闻为幌子 为中国情报组织工作 大约有四分之一的新闻工作人员 不是受过专业训练的记者 而是为情报机构工作的人 前北京中国改革杂志社新闻部主任赵岩表示 四分之一新华社记者是特工 这个比例偏低 查理斯伯顿还表示 北京政府一向利用逃色陷阱来腐蚀 拉拢威胁外国中级官员 由于总理部长等有严格的保护措施 无法靠近 中级官员就容易得多 而且他们还有网上升迁的可能 据了解 中共利用新闻记者从事情报活动 已是公开的秘密 早在上个世纪50年代开始 当时的中共特务机构中调部 就采取两个方式使用新闻记者 一是在新闻记者中物色合适人员 加以情报专业培训然后派出国 二是将附有特定任务的情报人员 派往新华社国际部或人民日报国际部 进行新闻专业的培训 一般是一年半到两年 然后再以记者身份派出国 80年代后 情报部门派出或物色的记者迅速增加 不但新华社人民日报 中新社光明日报 其他级别或部门的专业报社也签设其中 这几乎是中国大陆新闻界人所皆知的内幕 环球邮报引述前加拿大安全情报局官员朱诺的话说 德克特虽然不是执政党领袖 但这并不意味着他掌握机密情报的可能性有任何降低 中国的情报战线很长 可能今天种下种子 十年后才有收获 他呼吁加拿大政府安全官员介入调查这起事件 不过加拿大安全情报局前分析师科尔说 中方使用间谍的历史非常悠久 这一点沃泰华并非不清楚 他表示 加拿大安全情报局几乎一半的精力是花在中国身上 新唐人记者李韵、周平、李若林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